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说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呢 今天如果有一个向量空间V 它如果有一个 它如果有内积的话 它就叫做inner product space 它有那个内积的话 那如果它定义得出这个内积 我们画在这边好了 如果有的话 这个意思说如果有的话 那如果有none的话 它就叫none space 复泛空间 这个实在太难切了 复泛空间 就是有待none 可以算一个向量 一个向量的强度的 叫做none space 然后如果有 可以算距离的 有第一的 可以算距离的 就是matrix space 就是两个向量之间 我可以算距离的 叫做matrix space 叫做复距空间 就是叫复距空间 就是有可以算距离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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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这样 好 然后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里面最标准最基本的就是Inner-Product-Space 因为如果有这个我就可以定义出一个None 我有内机就可以定义出None 我有那个None的话 我就可以定义出一个Matrix 所以这个是往下走的 而且通常我们在线性带走 不是线性带走而已 在一般的我们实物上的应用的时候 常常都是从内机做出来 然后定下面两个出来 当然我如果今天我完全不需要内机 意思就是说在我的考虑的问题当中 我们可以不用考虑内机才能够展现的特性 我们未来会看到什么东西才是内机展现的特性 比方说我要考虑什么是垂直这件事情需要有内机 我今天要考虑说两个向量中间的夹角需要有内机 如果我们要考虑这种事情 我没有 那我也可以直接定那个向量的长度就好了 就这样子 然后我向量长度我就可以定出 它的两个向量中间的距离是多少 这个是后面都可以定义出来 那当然我也可以完完全全 我就只是想要考虑距离的话 我也可以定义出一个东西是没有从内机 也没有从弄来的距离也可以 这样子也可以 好 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推得回去 因为就是跟零的距离我就可以说它是它的弄 就这样子 好 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这几件事情 然后再一次在实际上的应用当中 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是从VectorSpace里面的内机 出来定后面的两个东西 好 好 不知道大家我们什么问题 好 这个有问题记得大家要赶快说一说 没有 好 然后我们就继续来 好 这一张的特性是挑的非常非常的快速 我们花了差不多半个学期才把第二张给结束掉 好像半个学期多吧 第二张结束掉 好 第三张 但是第三张的每一节都很短 就是其实因为大部分的地方就是告诉你说 这个意思是这样 意思是这样 意思是这样 不像前面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理论的推演 那这一张的重心在后面 就是我们前面把 说我们可以考虑内机 内机考虑完了 内机是一个重点 其中的一个重点 然后内机考完考虑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定义什么是none space 什么是matrix space 这些东西 没有那种 我们下纸沦山的 我们下纸沦山的 感谢观看